早上好 对 早上好 今天咱们学北京的地方访言啊 吃了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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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那不太好 吃了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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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您 不是 吃了吗 你 吃了吗你 吃了吗你 哎 吃了吃了 咱们说 没吃 回家吃去吧 哈哈哈哈 维莎 哎 吃了吗你 你吃了吗 维莎 你吃饭了没有 到我们 啊哈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乌克兰传统美食 红菜汤 今天的主厨是 伊莲娜 你好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要做一道乌克兰传统美食 嗯哼 开始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所需的食材 嗯哼 这 这 可以是不同的 在 谁喜欢的 蟹 蟹 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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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用的是猪肉 您可以按照您的口味自己选择 可以是猪排 可以用那个鸡腿肉代替 土豆 哎 必须品 胡萝卜 这个红菜头 这个是精髓 没有它就不叫红菜汤了 接下来 капуста 煲菜 原白菜 对 柿子椒 洋葱 洋葱 小葱 大蒜 然后小葱 和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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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头 豌豆的罐头 小葱 这是西红柿酱 咸 咸 咸 腊肠 香叶 葱 葱 黑胡椒是球状的 还有黑胡椒粉状的 在红菜汤做好之后呢 还有一个主要的东西 就是 伺范 伺范是中文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它是奶制品 然后酸酸的 这个是必需品 先把那个肉过水 凉水下锅 把这肉焯一下 咱们现在先把这些菜呢 切一下 嗯 土豆不用切太大块 原白菜 原白菜切丝 大家看到这两奔驰了吗 这两奔驰应该比我还老 这应该是 一级的吧 一系的 这乌亚这种老车太多了 这应该是水箱漏了 这是我们邻居 偷走偷走偷走 这车我天 这车你开的干嘛 我天真行 行还行 下一步咱们把那个 胡萝卜和红菜头擦成丝 擦成这种丝状就可以了 把这个水倒掉 第一过的脏水 现在来切洋葱 洋葱是家里的 然后它比较辣眼 洋葱切成颗粒状 这水里加入洋葱 盐 然后这就是这些调料 现在继续来擦这个红菜头 这个型号是一样的 都是絮状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的 中文学名 叫擦的还是叫什么东西 我也忘了 现在切柿子椒 切成条状就可以了 红菜汤的俄语呢 叫做Borsche 四个字母 有Grasne Borsche Yest Zillone Borsche 就是有红菜汤 有绿菜汤 绿菜汤呢 它主要的食材呢 是一种绿色的野菜叶子 味道呢 有点酸酸的口感 那个绿菜汤里面呢 是要加鸡蛋的 也挺好喝的 今天呢 咱先学红菜汤 然后呢 咱们再学绿菜汤 把这些小草 绿叶给切一些 这是最后放的啊 现在那个洋葱和蒜爆香 两大勺番茄酱 咱看这个番茄酱的稠度 很稠啊 这个番茄酱炒一下 让它出味儿 嗯 不错 行了 番茄酱炒的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咱们开始 把这个放进去 胡萝卜 甜菜头 这个火不要太大 中小火 那个五分钟 五到十分钟就OK了 现在呢 我们大概熬了有半个多小时 四十分钟了 这个肉 加入土豆 因为土豆呢 它比较好熟 我估计有十分八分的就熟了 现在加入这个柿子椒 混合 放入塑料 加入这个 温豆 还是铲刀 现在已经准备了 嗯哼 到最后 现在 我们在熟了一瓦 这个已经差不多好了 现在要加入这个 焖好的这些菜了 把这些料呢 加入以后呢 大概在火上再炖个 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马上就好了啊 看看颜色 真不错 哎 赶快啊 现在出发还来得及 行 接着绿叶啊 哇哦 这么当勾 大家好 大家好 红仔汤呢 作为苏联人民一道招牌菜呢 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 来吧 咱们现在品尝一下 味道找到里怎么样 我媳妇儿这个还是挺正宗的 正宗起来比较简单 大家只要记住这些食材 制作的工艺都可以了 它是没什么复杂性的 开吃 咱们试试 爸爸 咱们试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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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这是黑面貌 北京的鸡腐田丁呢 有了一道菜 但是呢 说实话我没有去过 据说还不是很便宜 现在好了 我觉得你们都肯定都学会了 然后可以自己吃一下自己吃做 老猫汤啊 他们这汤做的真的不错 都挺有营养的 香 真香 嗯 这真的很重重啊 你们一年要在家尝试一下 真的挺不错的 咱们吃了吗 当然了 嗯 也是没这个了 老头卖瓜自卖自夸 我问我媳妇说好吃吗 她说好吃 谢谢 又来一把 哎 我一般得吃两碗 特别好吃 行了 不多说了 这道菜呢 真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它代表了一个民族 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 整个这个东欧啊 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对这个菜都是情有罗众的 本身的这个菜系啊 它比较单一 所以说呢 这个美味鸦腰呢 可以说是屈指可处 而红菜汤呢 就作为他们一个 主要的美味鸦腰之一 深受广大 俄备性的喜爱 你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穷人啊 都会吃着的菜 大家不妨在家里 自己做一做 做好了以后呢 可以晒一晒图片 哎 咱们回头看一看 到底是谁做的好 是我媳妇做的好 还是你们做的好 将来有着一致呢 回到北京 没准真的可以开一家 我们自己的餐厅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也是我媳妇的一个愿望 谢谢 请请请 我媳妇让大家过来喝红菜汤 让您感受一下地道的红菜汤 是多么的好吃 我们的打赞 就一定要点赞关注啊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欢迎大家来到乌克兰 希望这道菜呢 大家能够喜欢 我是阿光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